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顿尼茨克方向的最新消息 顿尼茨克方向的俄军解放了 廖尼多夫卡和内列波夫卡 俄国防部也公布了最新的态势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 列奥尼波夫卡在这个位置 列奥尼多夫卡、内波列夫卡这两个位置 这个方向就形成了对托尔茨克 侧面的一个包围 这个就形成了非常明确的 在侧翼从西部开始包围 托尼茨克 截止22号 俄武装队在顿尼茨克人民共和国 继续占领乌军的阵地 过去10天在该地区 在吉尔茨克方向 俄军取得重大突破 德罗斯巴以北 俄武装队清除了北顿尼茨克 顿巴斯河境内的乌军据点 吉尔茨克方向 战斗在诺瓦亚矿西郊飞料堆进行 占领该飞料堆将从东部攻击 扎巴尔卡开辟道路 此外 吉尔茨克市中心医院面包店已吸发生激烈巷战 俄武装队已向吉尔茨克大街方向大幅推进 在池内也发生了激烈巷战 昨天晚间根据俄武装队 在建筑大规模爆炸视频 乌军的一个突击部队在俄军阵地进行了突袭 被俄军成功阻止 主要是在吉尔茨克政府大楼附近 俄武装部队现在和乌军交火 没有具体的伤亡数据 在侧翼 俄军攻击和占领了吉尔茨克矿井 市区的战斗现在逐渐进入到白热化阶段 俄武装部队实际控制区 信息有所不同 但俄军向后方公布的视频记录显示 在城市巷战中 俄军已经到达了吉尔茨克 靠近中央车站和市中心医院附近的大街 那现在这个城市巷战的因为这个经常双方的互攻 相互有这个攻防 所以会出现占领地区的这个动态变化 但是整体看俄军目前已经到达了这个市中心为止 那俄罗斯武装部队现在从南部 扎巴尔卡地区向杰仁斯克推进 俄军在第二中学完成了控制 在控制该地区包括盖达尔街 里姆斯基 科萨科夫大街 沙赫杰罗夫卡大街 研制两条大街向杰仁斯克市中心扩张 大家看这图我看得更清楚一些 这是目前杰仁斯克室内巷战的一个态势图 那俄军的攻击部队呢 解放了聂列波夫卡 并清理了杰仁斯克方向的守军 并向西尔比诺夫卡方向快速推进 那乌军呢 向聂列波夫卡方向曾发起过反攻 结果被裹 俄突击部队使用火炮还有无人机 击退了乌军的进攻 那目前俄军队这个地区的这个控制啊 特别是在这两个位置 控制以后呢 如果成功的话 为未来袭击克里沃伊托茨河对岸的 西尔比诺夫卡和对杰仁斯克西部 进行包围提用了便利 那吉尔沃东部同时推进 那目前呢 两个方向形成了对杰仁斯克方向的合围 看到了吧 这有一个向北 这也是向北 那形成了对杰仁斯克 东西夹击 那这是现在杰仁斯克方向的最新情况啊 杰仁斯克南部的乌克达尔方向也有最新的战报啊 在南部 乌克达尔 目前呢 乌克达尔方向的俄军开始发动总攻 对乌克达尔发动总攻 俄军呢 现在从三个方向进攻乌克达尔 这是今天俄军进攻乌克达尔 大规模对乌克达尔室内进行炮击画面啊 俄军大规模的炮火准备呢 目标就是要进攻乌克达尔室内了啊 所以乌克达尔呢 很快将进入到巷战阶段 俄军的是炮火准备从三个方向准备攻入 乌克达尔 乌克达尔我之前一再讲啊 这个地方一旦被解放以后 大家看啊 大诺希尔卡这一线 在从南部的乌罗扎涅方向向北攻击大诺希尔卡 那么俄军将完全控制南顿涅斯克方向大片区域 沿大诺希尔卡到乌克达尔一线 将从南部向库拉库方向推进 那这样的话 顿涅斯克大看区域线就是宪法边界 顿涅斯克宪法边界 整个的N15公路 南部就被俄军全部控制 那么再加上这个波克达尔斯克红军村方向 整体向北压 那么俄军将完全控制整个顿涅斯克 顿涅斯克州的西部 那最后斯拉比扬斯克看马托尔斯克 他的补给线就被起断 所以沃达尔现在来看是非常关键的 这个地区一旦被解放 大诺希尔卡一定会失守 这个大诺希尔卡的守军就不能和沃达尔形成一个联动 目前俄军是从三个方向包围沃达尔 从三个方向包围 这张图是乌军现在在整个南顿涅斯克方向和俄军作战部署的态势图 这个是俄罗斯获得的乌克兰的动态图 这个动态图是谁发布 是乌克兰的这个人民党的这个政委啊 也就是派到顿巴斯前线 人民党的政委 从这个图上大家可以看到啊 现在俄军呢 从顿涅斯克方向向南部 红军村方向的这个进攻 那也说俄军的秋季攻势呢 从这张图上可以大致了解一下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那首先呢 乌克兰方面呢 和俄军呢 现在在西利多楚库里诺公路 红色箭头为主 是俄罗斯武装备大致前进路线 根据俄方和乌方的消息 已落入俄军控制之下的西利多到库拉护卧 整条铁路穿过田野 目前一线的配置呢 该铁路无法用于补给 那这个西利多方向呢 是俄军目前攻击顿涅斯克西部 一个主要的方向 还有一条是第二条呢 是库拉霍至奥斯特罗耶至库拉霍一线 那昨天俄联邦武装部队呢 证实啊 红色箭头呢 向奥斯特罗耶以外地区 俄军呢 解放了哥尔尼亚克 并切断了乌军的补给 第三条路线呢 是 比列斯特罗 到 哥尔尼亚克 乡村古墓 一共三个箭头嘛 大家看啊 这三个箭头 那未来呢 冬季啊 即使这个通行条件 好转以后呢 这个乡村道路也很难进行重情补给 特别是秋季到来 会经常下秋雨 所以这个乌克兰的泥宁土地 乌军呢 是很难经有效补给 那数千名在哥尔尼亚克驻守的 乌军的补给线啊 也会受到俄军的切断 所以从这三个方向可以大致了解啊 俄武装部队特别总参部 现在主要是围绕了秋季啊 整个雨水条件 切断乌军的补给线 造成乌军整个的防御能力下降 这是俄军现在主要一个打法 目前还有一个第四条啊 下边一个第四条 第四条道路呢 是比利斯克 还有新塞利多夫卡 郭罗尼亚克 这个这个方向 但俄军呢 现在靠近这个地区啊 使用无人机 大规模的空袭 中间这个凹槽就是乌克达尔 看到了吗 乌克达尔在这儿 乌克达尔方向后续呢 可俄军两个箭头可以完全封锁了 那还有一种补充方案 就是第五种方案 是库拉呼沃到伊连卡到格尔尼亚克 那横跨沃尔西亚河 那这条道路呢 也被俄军炸毁 所以乌军的客观上呢 现在来看呢 很难进行有效的补给 特别在西顿尼亚克 现在没有一条道路啊 可以有效的为乌军提供 有效的防御补给线 因为他现在整个补给线太长 俄军呢 通过几次快速的突袭 就切断了他的南北通道 因为他要南北进行补给的话 俄军你看三个方向都是东西方向 东西方向进攻 就切断了他南北补给线 那乌军的也有一种方法啊 就是通过田野 通过田野 就不通过主路 硬化还有铁路 道路给他补给 就使用这个田野里面 用这个坦克啊 用这个装甲车 但是时间有限 一旦遇上这个道路泥宁 或者下雨 这些这个补给线 他是很难再继续使用 所以目前呢 乌军只能小规模的运输 用一些小型车辆 可以走一些田间 田间小路 但是这个时间会受到限制 这是目前整个 顿尼斯克南部 俄双方这个主要的 一个态势 那由于补给线路被切断啊 格尔尼亚克地区的乌军的补给 已经出现问题 随着俄军呢 继续推进啊 乌军的状况会变得更加严重 那秋季战役以后呢 最有希望的获得突破的方向呢 应该就是在格尔尼亚克 和沃达尔这一线 从这一线 那于同时呢 乌军现在也对聂尾尔斯克 这个方向呢 进行了增并 防止被包围 但现在看呢 乌军的这个 大规模的增援 最后很难摆脱 被俄军完全 吃掉这个厄运 也就是现在看乌军的增强的补给 其实已经晚了 因为现在很快就到秋季 即使能送一些兵员 还有弹药上去 一旦这个秋雨到来 到十月份 去过这个乌克兰的指导秋季 这个地方是地中海气候 乌克兰南部 地中海气候呢 不是下雪 是下雨 地中海气候 到了这个秋季是下雨 秋雨季节 整个土地是非常泥泞松软的 那这样的话实际上 他想撤 重武器想撤回来也很难 那么今天呢 乌克兰方面呢 有消息啊 泽连斯基已经抵达了美国 泽连斯基抵达美国呢 视察了兵工厂 而且呢 通过这个卫星图像显示 大家可以看一下 泽连斯基乘坐的英国的 A400M阿特拉斯军机 从波兰热舒夫起飞 前往的这个美国 也是从波兰 乘英国专机 军机 前往的这个美国 啊 呃 呃 啊 那因为在乌达尔方向这个 失败啊 乌克兰媒体呢 证实乌军的第72计划旅 乌达尔方向南 南顿涅斯克顿巴斯啊 3号矿井失守以后呢 防御的72计划旅的旅长被免之了 就这个人啊 你可以看72旅旅长 乌克兰媒体报道啊 旅长被免之 那72旅的旅长呢 实际上呢 在西里多方向 那整个的指挥其实是漏洞百出 另外呢 乌军在整个顿巴斯地区 因为抽调了大量兵力前往 库尔斯克地区 所以现在一个72旅 在沃达尔方向很难单独支撑 那也说72旅旅长 他实际上呢 被撤职承担了一部分 乌军总指挥部的责任 因为你没有给当地留下 真正能作战的部队 只留下一个72旅 他在这个南部 沃达尔方向也很难 单独防御 所以你都人都撤走了 去北部 去这个库尔斯克方向作战了 那么留下一个72旅 他这个方向防御 他想完全守得住 其实很难的 刚才讲到泽连斯基呢 实际上呢 要和美国方面 来协调打击和纵视目标 那么昨天还有一个消息 俄罗斯方面呢 证实俄军呢 在阿尔勤格尔斯克州普列谢茨克导弹发射场发生了一起爆炸 俄军试射了萨尔玛特洲基弹弹弹弹失败 然后导弹在发射井内爆炸 引发了火灾 对实验场造成重大伤害 大家可以看 这有个坑 就是爆炸以后这个萨尔玛特洲际弹弹弹弹弹 爆炸以后的一个V型图 这个地区出现火焰目标 红色区 可以看一下 洲际导弹发射警报站 说明俄罗斯方面正在为弹道导弹试射和核武器测试做最后准备 这是今天南盾尼斯克整个的战报 我会持续关注 这两天我是出差 有点更新不太及时 但是我会抽空把最新的战报 每天都会给大家及时的汇报 现在看南盾尼斯克方向 俄军已经完成了对南部 沃达尔方向的包围 很快会形成对波克罗斯克 还有对吉尔任斯克 托列斯克这个方向 很快会形成最后的总攻 我会持续关注顿尼斯克 后期有更多消息 我会第一时间来分享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